大家平安 欢迎继续跟我们一同来阅读圣经 我们今天来到出埃及记的第24章 在这一章当中我们看见上帝吩咐摩西 不单单是他自己要上到山上 他要带着亚伦 拿达 雅比户 还有去死个长老一起上山 但是 经文来到后面 到最后 在山上的 却是摩西一个人 在第9节说到摩西就带着这几个的长老 上到山上去 看见了上帝的荣耀 那种的荣耀 在这段经文当中的 的描述 仿佛有蓝宝石 铺道 明镜如天 他们在 上帝就 这一个 按守在这一个 领袖的身上 授权他们 给他们能力 他们仰望上帝 圣经说他们在当中又吃 又喝 这是一个非常 特别的一种的表达 在上帝面前 又吃又喝 这表达那种的喜乐 来到神面前的喜乐 能够赞养神的荣耀 能够在 我相信他们不是直接面对上帝 但是确实 仿佛看见上帝的荣耀 然后上帝授权他们 让他们能够来侍奉神 在这一个的表达过后 我们看见 摩西 他要自己再次 进到山的 可能是最高峰 跟上帝面对面 然后他就吩咐这些的领袖 在接下来 就要代替他 来去做这个 审理 各种案件 或者各种 情况的 工作 在第14节那边说 你们在这里等我 摩西对长老们说 一直到我 再回到你们那里 如果有什么 诉讼呢 就可以找亚伦和 护尔 因为他们 将会协助 摩西的工作 因此我们看见 上帝先呼召一群的人 让他们看见神的荣耀 然后上帝授权他们 上帝按守在他们身上 让他们有上帝的全能 能够去治理 带领这一般的百姓 不单单是摩西 而是整一个的团队 来去侍奉神 然后 摩西要再 进到山 山的深处 因为后面的经文 谈到说第15节 就有云彩遮住了 而 摩西进入到云中第18节 就在山上 适舍 昼夜 那这一些的百姓 这一些的领袖 70个长老 加上 亚伦 他们就要继续去 帮助这些的百姓 牧养他们 带领他们 领导他们 一直等到 摩西 从山上 再下来 然后整段的经文在 前面的部分 当上帝吩咐摩西 这样子做的时候 摩西就去到 百姓当中 我特别留意到 经文特别提到两次 在第3跟第7节 百姓们 都对上帝说 耶和华所吩咐的一切 我们都必遵行 这些经文出现第3节 然后 也在第7节 都必遵行 也必 听从 这是百姓 对上帝 的这个的许愿 因此 摩西 就把这一个的 血 撒在 这一个的 坛上 然后也撒在百姓的身上 表达 与上帝的立约 百姓与上帝的立约 我想整段的经文 我们可以 来 做一点点的反思 百姓面对上帝的态度 我想第1个 就是 要对上帝 圣洁的认识 为什么上帝要透过 这70个长老 或者说 上帝要让摩西带着70个长老 上到山上去 至少上到半山 为什么呢 要他们去认识 上帝 的荣耀 认识上帝的圣洁 对不起没 我们必须认识上帝的圣洁 跟荣耀 对 耶稣是我们的朋友 我们说耶稣是我们的朋友 上帝是我们的天父 这种都是表达一种亲密的关系 但是在圣经的表达里头 不单单有 亲密的这种的表达 也有另外一种的表达 讲到上帝是圣洁的 不可轻慢的 上帝是烈火 耶稣基督是公义的君王 是在来要审判世界的那一位 我们必须对上帝的认识 有平衡 一方面我们不能够 把上帝看成是圆圆的 他是圣洁 没有办法靠近 上帝不是这样子的上帝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又不能够说 上帝是那一个 我们 可以 好像我的女儿小的时候 要骑在我的 身上骑马马 我们可以坐在上帝的身上骑马马 这样子 我想也不是这样 我们一定要认识上帝的圣洁 认识上帝的 公义 上帝的伟大 在这一个的认识当中 我们也认识到他是亲近我们的神 就好像这段的经文 让我们看见 上帝要亲近他的子民 上帝要带领他的子民 但是上帝也要他的子民 认识他的荣耀 跟伟大 这些的领袖在伴赏上面 一方面看到神的荣耀 另外一方面 又可以又吃又喝 这就让我们看到这种的平衡 认识上帝的圣洁 他的荣耀 然后一定要产生第二样 就是对上帝的敬畏 上帝在 吩咐摩西在前面的经文也说 要有一些的界限 划出来 百姓只能够去到这里 领袖去到这里 摩西能够去到 上帝那一边 更高一点点 那这些的界限 是要让百姓学习 认识上帝 而且遵循上帝的话 跟宝贵 要存着敬畏上帝的心 来敬畏他 因为神帮助我们 认识他的圣洁 对他有敬畏 然后呢 在 与上帝立约的关系里面 我们要扮演什么角色 经文说 百姓两次的说道 凡上帝所说明的 所吩咐的 我们都必遵守 但愿我们也是如此 遵守上帝的话语 因为 我们所要遵守的这一位 是那一位拯救我们的神 是那一位把他的独生儿子 赐给我们的上帝 我们在圣诞节 明天就是圣诞节 或者 我们在听的首次 今天就是圣诞节 祝大家圣诞蒙恩 但是我们就知道 圣诞 就是在告诉我们 上帝 把他的爱之 耶稣基督赐给我们 为我们牺牲 靠近我们 挽回我们的罪 弟兄姐妹 这是 我们能够认识神 亲近神 的那一个的美好 我们所要 遵守 聆听 他吩咐的 是那一位 爱我们到底 而且 愿意为我们 把独生的爱之 也摆上的那一位 但愿 我们认识他 他的圣诫 他的伟大 敬畏他 然后我们也 按他的 这一个教导 而行 祝大家 圣诞蒙恩 我们 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 帮助我们 能够认识 你的圣洁跟荣耀 敬畏你 也遵行 你的话语 谢谢你爱我们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